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來 我把它變全螢幕的 OK 現在這個我們今天主要 會跟各位介紹到的 是有兩個軟體 兩個軟體 那這個都是錄影的 那一個在做教材上比較方便 一個是錄影上 我覺得比較方便 但是其實兩個都可以互補 所以雖然我們在主題上是寫這個 Active Presenter 他主要我會拿他主要來做數位教材 那如果錄影的話 除了用他也可以用我們下面這個 叫Debub Video Capture 好 那麼這兩個呢 其實因為我們在公路上使用 都不是所謂的商業行為 所以呢 非商業使用都是免費的 非商業使用是免費 所以各位可以安心的用沒有關係 那這個地方呢 您可以到就是 到這裡 好 您把免費軟體解壓說之後 好 我把它用這個打開好 好 我把它用這個打開好 好 您如果進來這邊呢 進到我們這個免費軟體的話呢 您可以選擇用安裝的或這個 就是不用安裝的 這裡有兩個齁 您可以看到在這邊 一個 這個是安裝的 這個也是安裝的 有沒有 這兩個都是安裝的齁 所以您可以選擇看資料要不要安裝 如果你不想要安裝的也沒關係 我上面已經幫你把這兩個資料夾都解開來了 有沒有 其實它的不安裝 其實就是把安裝之後 資料夾扣出來 就變不用安裝而已 我也沒有做什麼破解齁 那個不需要做破解 所以 你就可以直接打開來用 所以等一下呢 各位您可以自己看看 如果您要用這個 打開它這裡的一個 裡面 只是你要稍微去找到 它的那個 執行檔在這裡 這一個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試看看 用安裝的也沒關係 好 這樣子你比較方便一點 那麼如果呢 你 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軟體 它是放在這邊 Active Parent 這個比較好辨識 就在第一個 很上面這裡 Active Parent 就是我們那個軟體的名稱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執行了 好 那您瞭解這個位置之後呢 現在我就來給各位 先看一下簡報 因為還有一些 紅人 那個資料還沒摳完 好 那下面呢 有我的這個 聯絡的電話 E-mail跟這個 部落格 如果說您 在使用上 有問題的話 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都有提供售後服務 有演講 還要提供售後服務 好 好 那 反正 因為我們下個禮拜 還有機會要再見面 還有機會再見面 所以呢 這個您回去使用 如果有任何問題 我們 都會幫你找看看 因為一般 其實像我在學校 延期的話 延期的話 他們也會做這種 就是用DV做錄影 可是其實你可以看到 就是像這樣錄的話 有沒有發現其實 人大概還看得清楚 但是上面的 剪 頭影上面的字其實是不清楚 如果你想要看的是那個 頭影的內容 我不要拍全場 因為我們一般DV 大多數情形 我不知道各位會不會像導播一樣 就是隨時那個鏡頭 Roon in Roon out 抓到他在講哪裡 又對哪裡 很多時候我們大部分沒有那個時間 因為可能大家都很忙 對不對 一個人要身兼素質 那我那個時間 Roon in Roon out 萬一交錯了還要被罵 所以大部分的情形都是固定一個角度 然後就一直拍 拍到活動結束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有些時候那個重點 可能其實就很難看得清楚 尤其是後面的人想看的話 事實上是有困難的 很多聽聲音 那所以呢 其實你如果是 像以我這邊來講 我主要是錄電腦螢幕 所以其實還好 當然如果有必要的話 我也可以把就是我的webcam的畫面 直接再怎麼樣 加進來 一般來講的話 其實我比較少這樣做 但是也可以 比如說如果說 我今天我想要錄我自己的畫面 那個用腳架沒關係 不要 不會 倒掉就好了 所以像這樣子 我就可以讓他在這邊 在這邊 那當然這個 其實一般我會做小一點 這個時候 我的畫面跟我們的演講主題 會在一起 當然這裡你會需要一點小工具 讓他怎麼樣 因為我說點到這邊 他就不見了 對不對 所以 一般來講 我會在這邊 我就會再加上一個 讓他能夠放在最上面 這個字頂 一般我們講 那個字頂 把它放在最上面 那就可以 簡報跟這個 一起來進行 好OK 我就先暫時不要這樣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像我剛剛講的 最常用的就是 我們用的就是 DV DV 但我剛剛講過的 其實這個 真的檔案大很多 其實各位可能沒有注意過 就是我們 會用MP4的方式壓縮 所以檔案會小一點 沒有那麼大 但是其實 電腦移起來還是蠻累的 那 如果說你的品質 假設 不太需要做太高的 其實你直接用 像我現在這樣 用webcam 那webcam 就看你的螢幕畫面 你射多少 你用800 600也可以 或1024768 甚至再更高一點 1280 乘以800 也都是OK的 也都是OK的 就看你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不管你用哪一種 其實 一般比較常見的 這個 錄影的 類型的話 我們可以分成幾種方式 因為如果你要做教學 一種最簡單的 叫做 全動式的 管他的 全都錄 對不對 你全都錄的話 那當然就是 反正 一舉一動 通通都錄下來 那這種方式當然檔案 相對會比較大 相對會比較大 另外一種呢 其實我們一般 在錄影 就是如果 您是以電腦操作為主的話 電腦操作為主的話 那這個地方 就有另外一種形式 就是影像式的 用什麼 用拍的 因為其實我們電腦螢幕的畫面 跟看影片 或看現場活動 有一點點不一樣 電腦畫面比如說 像我在講這個簡報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我畫面 就要停很久 對不對 他不是一直換 只是聲音會 繼續錄而已 但是呢 影片的內容 影像的內容 並沒有換 所以他就是用模擬的 我就把這張拍下來 然後呢 法組用模擬的 聲音還是有錄 可是我只錄聲音 跟聲音跟影像一起錄 一定是聲音比較小 所以這個是要影像式的 所以 後來呢 也有另外一種 就是把這兩個混合起來的 所以他就是 全動式跟影像式的混合 也就是你要錄影的 就用錄影 那什麼時候 要用影像的 就用影像 你可以選擇用人工判斷 也可以用 這個 他全自動判斷 也可以 所以這邊就看你 就看你 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再跟各位介紹 那麼下面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 原則上其實 你大概錄影 主要的就是要做什麼 第一個是 如果你要做成教材 可以做所謂的 互動式的教材 像我們剛剛 我把它放到YouTube上 你是不是可以自己選擇 要看哪一片 對不對 放到YouTube上一種方式 但是呢 如果你是放在我們的 比如說 各處室裡面 自己的 內部網頁 當做教育訓練用的 也可以 把它做成網頁 他要看哪一段 就自己選擇哪一段 這樣也是比較快 這個 再來當然電腦螢幕 還有些會就像我們這種現場的 現場直接錄影的 比如說您是演講的活動 演講的活動 還是一些 這個 參訪的活動 都可以 反正就是錄下來 錄下來 都直接再去做後製的處理 好 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比較常見的這種 付費的錄影軟體 錄影軟體 也真的蠻多的 大多數 大多數說真的 其實都 Adobe的比較貴 這個Adobe的 真的貴蠻多的 貴蠻多的 它大概是 好像三四萬塊 光一套 一套的授權 就要三四萬塊 現在又有新版本 現在這個名字有點改 以前叫 Captive 現在叫Prenent 它就是延伸它 7之後到這邊9 只是不便宜 好 那我們來看看免費的 免費的 就是我們現在跟各位介紹的幾個 那麼在您到我部落格上看的時候呢 我裡面還會有其他的 還有其他的 其實都可以選用 只是我們現在選用的是上面這兩個 上面這兩個 下面這個我也都放在裡面 您可以做參考 好 OK 那我這邊要稍微跟各位說明一下就是 它 剛剛有講過就是 我們非商業式使用是免費的 那它有幾個小的限制您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用免費版本 第一個就是 你如果用Active Free Renter 那你要輸出就是屬於商業版的功能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小小的Logo出現在就是你輸出的那個畫面上 但是這個應該是不影響我們的觀看 它那個Logo還不算很巨大 還在可接受範圍 還在可接受 等一下我們給各位看一下你就知道 那另外呢 如果你是用我現在這個錄影的 它呢 一樣可以錄成什麼 就AVI WMB ASF 這個都好 它如果付費的還可以錄成MP4 一般我們現在比較常見的MP4 不過呢 這個只是格式上的問題而已 我們原則上 這個待會我會跟各位介紹 我現在雖然是用AVI 但是我搭配這個H.264 這個壓縮的技術 其實這個壓縮技術就是我們一般現在DV在用的 好 DV在用了 那你搭配這個呢 它雖然是 副檔名是叫AVI 可是呢 它的內容其實還是MP4的內容 只是檔名的關係而已 檔名關係 所以檔案一樣很小 就像你剛剛看到的 好就像你剛剛看到的這樣子 所以這個 效果是還蠻不錯的 那其他這個我想過用到機位是比較少 什麼浮水印啊 對不對 浮水印一般就是怕人家去轉跑 對不對 你可以加上去 還有排程的 排程這個應該大家機位用到比較少 除非你是要做那個類似像監視器那一種 監視器才會用到 所以應該還在可接受範圍裡面 好 那麼 各位都了解的 你要先準備一下 對不對 像我剛剛有跟各位講的 如果說你要在一般的假設這種 室內固定位置錄影的 你的麥克風 因為我的webcam裡面就包含麥克風的 那或者是網路攝影機 這個當然就是我剛剛講免驅動的這種比較方便 極插極用的 會比較好 再來就是三角架 因為這樣子比較方便嘛 比較不會晃來晃去的 你只要找到好位置 只是webcam最大的缺點就是大部分 它沒有RuneInRuneOut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要做RuneInRuneOut 它就比較不行 所以這個你可以自由選擇 不管你是用哪一個 你只要把這個先準備好 再來 如果你是在電腦裡面要錄的 你待會可以留意一下 看看這個設定在哪裡 你如果是像 現在各位的電腦都是哪一個作業系統 SP的還是Win7的還是Win8 如果你是Win8的或Win7的 它的這個布景主題它會有兩種 一種是就是比較耗那個GPU的時間 就是我們顯示卡的那個時間的 是這一種 預設是這一種 那麼你如果說你的電腦效能 稍微比較差一點點的 你可以考慮把它換成Basic Basic的 那這樣的話那個品質會 就錄影的順暢度會比較好 但是它可能中間一些什麼 就是那個視窗有陰影那些就會 效果比較差 這個你可以參考看看 再來就是如果您的那個 麥克風 這個是大家比較容易忽略的地方 就是麥克風的增量 我現在這裡講等一下會給你看畫面 會給你看畫面你會比較清楚 好你看一下 這個有沒有 你如果是Win7就是長的像這樣 它一進來我們在桌面上按右鍵 有一個個人畫 對個人畫 裡面呢就有這個 你可以看到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Win7 Basic 如果說你這樣錄的時候 也可以自己先切換成這個 都OK 好 那如果是麥克風的在下面這裡 在麥克風這邊 等級我就會把它稍微 把它那個接收的那個音量 稍微調高一點點 不然有時候怕你內建 尤其是內建的 我比較建議各位 你不要買那種 外面那一種 我把一支白色的 那種很便宜的那一種 那個效果通常比較差 像我現在用這個Webcam的 它這個其實我都不用調 我就直接放就好了 如果你是單純買麥克風的 那就會比較容易受到不同電腦 會有不同的影響 可是我這個的話 因為錄影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是不需要做任何調整 就直接插了就可以用 所以我比較喜歡這樣子 因為早期我在錄的時候 像我以前上課 人氣就好了 因為我的東西都在網站上 都在我們的學校數位學平台上 所以有人去讓我麥克風查下去 可是我會發現說 因為不同的教室 不同的電腦 或不同的地方 那個 音效卡的部分 真的會差很多 所以錄下來的聲音 品質 可能也會稍微比較良憂不起 所以後來我就不得已 我就是上課我都用Notebook 會像這樣子 所以這幾個部分 各位您可以稍微先檢查看看 好不好 那我想你們再看一下 看看還有哪些人 您是還沒有摳到那個軟體的 我這一段我就先到 好 好